我們在心臟有四個房間 是兩個心房兩個心室 然後也介紹了瓣膜 有兩個半月瓣 有兩個房式瓣 房式瓣分為叫二間跟三間瓣 好那心臟是如何跳動的 要從它的訊號起始點開始講 叫做節律點 節律點這個字 其實它不是只有指心臟裡的我們的構造 你只要能夠定時的發出訊號 就叫做PaceMaker 就叫節律點 所以節律點這個詞用在很多地方 你只要能夠定時發出訊號 就叫PaceMaker 它在我們心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PaceMaker 它可以發出節律性的衝動 這個衝動就是電流 這個電訊號會引發整個心臟的搜索 它的位置位於右心房後壁 位於上大競脈 或叫上腔競脈的開口處 就是上腔競脈到右心房之間 然後靠後壁 這是那一坨組織的位置 這坨組織它是心機 可是它可以定時的放電 類似神機一樣的現隱形群組織 它是一小群特化的心肌細胞 一般而言心肌是有電的時候會收縮 但這群心肌細胞收縮能力下降不太收縮了 它的功能就是發出節律性的衝動 這個衝動就是電訊號 它會把電流從來散出來到整個心臟 把整個心臟的收縮 這是節律點 所以節律點放出的電衝動 節律性的放電 就決定了心臟的跳動速度 所以節律點它是心臟跳動速度的決定者 所以這個節律點它如果受到了溫度 受到了神經受到內分泌調節 就等於溫度神經內分泌可以調節你的心跳率 每分鐘心臟跳幾次的心跳率 是節律點決定的 那我這邊舉幾個例子 神經的調節呢 如果是交感神經刺激 會刺激節律點放電變快 你的心跳會變快 血壓會上升 副交感神經會讓你的心跳變慢 因為它讓節律點放電變慢 心跳變慢血壓就下降了 所以這是交感與副交感 在控制心跳率的設立指標上 交感與副交感 副為傑卡 因為作用相反 內分泌為幾個例子 當你在緊張危急時 你會分辨腎上腺素 腎上腺素會讓心跳一整壓 進而讓血壓增加 讓神經內分泌各具體質 那溫度呢 當你發燒的時候 你的心跳率會比較高 所以發燒時血壓會偏高一點 寒冷的時候 像最近比較冷 大家心跳會變慢一點 血壓會稍微低一些些 你雖然血壓變低 但你墨汁的血管又收縮 所以你會發現 欸好奇怪喔 冬天的時候血壓 到底說人家下降啊 因為你心跳變慢啊 可是你周圍的血管全部收縮 血液全部擠到中央 反而會因為高血壓 而腦溢性就做得好 所以你看到冬天的時候 出現心血管時 就變得反而多了 好這樣子 因為你的心臟在核心 核心溫度其實改變不大 所以你會說 溫度好低的時候 我心跳變慢啊 血壓跟下降啊 你又不是髒啦 當然在這個時候 心跳變得好慢 因為它是外溫動物 所以這些外溫動物 在冬天的時候 心跳會變慢 血壓會下降 你的核心溫度 其實不太改變 但是周邊渲滑溢 說血壓就增加了 好那我們來看 它的訊息傳遞物件 這個軟件路徑 我們先講文字 給它再來看圖 先讓大家對於文字熟悉 我們這個節語點 它位於上腔靜脈 與右腥房之間 所以它的名字 為什麼叫豆房傑呢 這個節語點 就是叫豆房傑 簡稱SA node S是C node 就是豆 那個Archia是新房的房 豆房傑這兩個字 讓我們好好說明一下 以後你在看到這兩個字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房就是新房 沒問題 那那個豆呢 就是大靜脈 上腔靜脈 那為何上腔靜脈 我們不叫靜脈 剛才叫它靜脈綁豆 搞定就簡單 不不不不 我們解剖學上會把靜脈也叫做豆 豆這個字我補充說明 什麼叫豆呢 大大的空間 大大的空間 就叫豆 只要你出 鐵鍋上出現 哇這門空間好大喔 大大的空間 就叫豆 在血管當中 靜脈是很大的 它的內腔空間很大 所以在血管中 靜脈就叫做豆 你鼻腔裡面有好多大大的空間 可以塞尖你意思什麼的 鼻豆 所以豆這個字就是大大的空間 在血管上常見於靜脈 或是鼻腔這種空間 所以叫豆房節就是 大大的空間跟新房之間交界的位置 形成一個note 就叫note是節 豆房節就是上腔靜脈 右新房交界的note 那這個豆房節就是節點 它會放電 它放電直接影響 那右新房沒問題吧 我就會於上腔靜脈 與右新房交界組在後臂 那這邊最接地的就是右新房 所以右新房最先通道電 就是電流最早是到了右新房 然後呢再到了房式節 房式節英文簡稱ABnote A是Archel 剛剛講過是新房 這個Venticular是新式 好新式就是在後面 它是新房 所以叫房式節 房式節這邊有一個note 咦好奇怪喔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note叫SAnote 它是節育點 怎麼又出現另外一個note 難道它也是節育點嗎 是 人類心臟節育點有兩個 一個叫SAnote 是豆房節在上腔賣與右新房 之間 另外一個叫ABnote 是位於新房 你最近是交界的地方的那個note 有兩個喔 但是其中以SAnote 是比較重要的 它是老蛋 作用機制我們要再講 好那我們去一路往下 我們的豆房節它位於右新房 所以電訊號先到右新房 然後才到左新房 然後到了新房之後呢 就進入到房式節 房式節的訊號 再進入另外一個傳遞的管道 叫做西式素 這個我們等一下看 你們都會看到 西式素的英文叫 his bundle his是它的性 所以我翻譯成his 西式素 你千萬不要翻成他的素 這很奇怪 his是外國人的性 就像我們之前在學生長激素 有個科學家叫Went 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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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 那是我的信 不要叫我什麼go的過去式 好嗎 就讓你們看到我 店長先唱 你就那個叫菜 卻不是菜的那個店長 你來聽咧 好沒事 所以piss pondo 就是它的西式素 西式素 後來會分支 分支成很多纖維 把整個訊息 分送到整個新式 這些分散的纖維 叫做國晶式纖維 proken tube fiber 國晶式纖維 沒有怎麼講那麼細 這些結構 等一下圖上都有 所以怕你們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先把它講出來 好 我後來帶一次 SA note 方式序號 先到新房 新房的訊號到了 AV note 新房新式交接的結 AV note 所以新房東 傳遍到整個新式 透過的是 proken tube fiber 國晶式纖維 讓整個新式統計 整個新式統計 整個新式統計 收縮了 好 就讓整個心大 開始跳動 如果上述的訊息傳遞 出現問題 變成 怎麼不太順暢 跳動不一致 新房新式沒有交易跳動 或是有時候快 有時候慢 有時候停下來 這全部都叫做心率覆診 所以心率覆診 就是這些訊息傳遞路徑 這些電訊的傳遞路徑 有問題 所以心率覆診要去檢查 心臟的訊息傳遞 哪裡被阻挖的 還是哪個 SA還是AB note有異常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心臟的示意 好 這是一個心臟 好 這邊有一個note 就是SA note 這邊有一個note 位於心房和心式之間 它就是AB note 就是心房和心式之間 好 各位仔細看這個訊息 這邊先發出電流 這邊先發出電流 它發出電流之後 先傳給心房 好 最先成的是右心房 然後到了對面 到了對面 就到了左心房 放電是心房先通電 好 一旦心房通電 所以二號在這裡 右心房先到 左心房第二 好 接下來到了這個AB note 叫房式節 3 然後透過西式數 那這邊有寫到 bundle of peace 我叫his bundle 好 西式數往下 往下 就分散成好多好多的纖維 就是第五號 叫做薄金式纖維 projecture fiber 好 最後就引發整個心式的收縮 好 各位這個圖就表明了 心臟的電訊號 如何從SA note的 傳到心房 傳到AB note的 再傳到整個心式 好 我們的訊息傳遞 課本上最多就講到這裡 不會再多講 再講太多了 但今天我要補充一點 幹嘛那麼麻煩 你就A傳B B傳C就好 為什麼要1到2 1到2到右邊 然後到3 然後3往下到4 4還要往上 再通過整個心式呢 好各位 我現在換個筆的顏色 給你們解釋為什麼 大家有發現 AB note是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它放力的時候 是從上往下 來控制你的心房 所以心房是由上往下收縮 由上面收縮收縮 一路往下 讓血液被擠到心式 心房收縮方向是 由上一路往下收縮的 因為電訊號就是 由上一路往下傳遞的 好 那我們這個訊息傳遞 到了心式到這邊 都要心肩 為什麼往上呢 往上那個Borganger Viber 國際是因為往上傳播呢 因為你的心式收縮 等要由下往上收縮 你的血液才能被往上擠 擠到動脈去 所以連心房心式 有泛膜控制血流方向 不只連心臟牆壁收縮都有往上去 從那往那收縮 從這往那收縮 血液就會一路推過去 心房把血液往下推 心式把血液往上推 一個向下一個向上 向下到心式 心式向上到被動脈或主動脈 就離開了心臟 所以為了搭配血液的流向 你連心臟的訊號傳遞都有一定的方向 心房往下傳 心是通過國一日行為 往上傳 國往上回上去 好啦 那我就這邊再補充一點 我們差不多 解律點跟訊息傳遞快講完 這邊應該有補充兩點 先補充第一點 各位還記得我們在一隻一講心肌組織的時候 有提到心肌細胞是唯一有分支的肌肉細胞 平滑肌部分支 骨骼肌部分支 為什麼 你看心臟的結構 是不是像一個好大大的包包 但是包包不是規則的 有點不規則 所以這麼不規則的結構 你要讓它完整的形成這個不規則的結構 你的心臟的肌肉得要分支 你看我的手就知道了 分支才能形成腕狀結構 腕狀結構才能由下往上收縮 所以它是為了搭配心臟的結構 及收縮的性質跟功能 你必須行一個腕狀或是鳥巢狀這樣的狀態 你要形成鳥巢狀 你的心臟的細胞就要分拼 這樣包包形成這樣一個結構 好這是我第一個補充 第二個補充是比較是非你解決 大家就當參考 我有兩個節律點 一個是SA node 一個是AV node 那兩個節律點他不會吵架嗎 一旦這兩個節律點都在的時候 SA node的會是老大 由他來主導 他的需要會傳給AV node 說我給你命令 你現在放電 你放電要往下傳 所以一旦正常的健康的 個體SA跟AV node都在 以SA為主 他就會放電來支配了第二個 解律點就是AV node 但如果你的SA node 天生或後天被感染或怎樣 異常它壞掉了 死掉了 AV node就會取而代之 換AV node的自發性放電 往下讓你的心思可以 收集性收縮 但是心房就不收縮了 啊 這個心臟的心房不收縮 它只有心思收縮 這樣還可以活啊 可以 有人天生心房很弱 不太收縮 甚至完全不收縮 他只要不要從事劇烈運動 他還能生存 這個故事給我們什麼重要的訊息 心房與心思 心房沒那麼重要 心思才是關鍵 心思不跳 你立馬死掉 心思不跳 你還是可以安穩的活動 好 這個故事讓你們知道 心房沒那麼重要 因為這個關鍵 等一下會引到 心思才是心臟的主軸 我們在講心臟的功能 其實就是指心思的功能 心房沒那麼重要 好這第一個 那如果今天我們的情況 比較複雜一些些 我的SA node也在 AVA node也在 只是中間傳遞訊息的 這邊的訊息傳遞路徑 損壞了 訊息傳不下來 會知道是什麼呢 老大明明還在 老二以為老大不在 老二就以為自己可以當老大 這時候整個心臟是不是兩個老大 心房跳心房的 心思跳心思的 這是嚴重的心率故事 他就會開始亂收縮 所以你說他的心臟會亂收縮 血液該打不打 心纖維戰鬥 怎麼辦 你看那個電視劇怎麼成立 心纖維戰鬥 嗶嗶嗶 他說血液打不出去啊 就用電擊器 電擊 電擊 幹嘛電擊 就是你們兩個說安靜 我們說安靜 老大是誰 那個SA node 我啦我啦 老大出來了 老二安靜 老大開始運作 讓他恢復正常 或者是讓這邊的訊號通 但如果真的沒辦法通 也通常不會突然間 心纖維戰鬥 或是就訊息不通 他會慢慢的 醫生會發現 你的訊息看怎麼解弱了 就要手術重建 買一下 或是修改 或是看他哪裡出問題 不然以後會發生 兩邊訊號不同步 到處亂放電 就是老二起來當老大 一個國怎麼有兩個老大呢 就打起來了 這是簡訊點跟訊息傳遞路徑的說明